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社长你好 你好 王浩 石板先生好 社长你很辛苦 封城普普刚从越南回来 这好像是你第十次访问院 对 差不多 越南跟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合作 有很大的商机吗 我觉得应该用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个事情 我们都理解 东协的国家大概有六亿五千万人 越南刚刚在这个月超过一亿人 是 它是一个大的国家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生产线转移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深圳东莞这一带的台商 往南向走的时候 走陆路可以经过南宁 然后到北越 北宁省北江省这几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笔电的工业 手机的工业往北越移动 那这一次我去的是南越的胡志明市 主要是参观它的平阳省 平阳省很像我们的新北市 它就在胡志明市的旁边 因为如果去过越南的朋友大概都可以理解 在胡志明市的近郊几乎已经没有土地 所以大概都会往外扩张 就像我们在台北台北从事商业活动 那一部分厂办的活动就会往新北市移动 大概的概念是这样 那这一趟去很高兴就是 我跟当地最大的企业有一些接触 然后他们让我看整个工业区的状态 那重点是他们想了解 他们跟台湾之间到底有多少合作的可能性 那我首先告诉他们说笔电手机可能北越是比较成熟的 那大家对于南越跟北越之间的关系有多少理解 比如说王后兄问一个问题 河内到胡志明市到底多远 这恐怕有一千多公里 因为那是一个很狭长的国家 是一千六百公里 第二个他们告诉我开车要三十二个小时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 南越跟北越他们当然是同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两块土地 北区的北越附近是一块 那南越主要是以胡志明市湄公河三角洲 它有九个省 那九个省最接近胡志明市的是平昂省跟同奈省 那台商的落脚的地方也在那里 那现在台商大部分都是以传统的 比如说仿机成衣这一类为主 那慢慢的我已经听到很多厂商 尤其是电子业的厂商 他们开始去理解在南越落脚的可能性 但是站在台湾的一场 我当然希望说越南或南越 把最好的资源跟台湾合作 那我们讨论到一个重点 就是人才的问题 等一下王好 我知道你也想问我半导体的问题 台湾半导体的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人才短缺的问题 那越南到底有多少人才可以跟台湾互动 比如说这次接待我的 他是成功大学毕业的 那这位小姐我就问他 我说成大毕业以后 成大毕业来自越南的学生到底有多少人 他说刚刚超过一千人 那我最近有接触到台科大 政政院政院长他也告诉我说 台科大最多的外籍学生其实是越南 好那我们要去理解 这一批人跟台湾长期的关系什么关系 我们也应该善待人家 第二个就是说 越南可不可以募集更多IC设计 产品设计这一方面的人才 那台湾可不可以协助他们建议培训中心 双方如果有这样的机制的话 人才的流动就方便了 所以我所知道台湾的交大 清华台大台科大成大 都对这个这些方案有兴趣 那我们怎么去协助他们 我想这是政府要思考的问题 社长我听说这个南韩的三宗 一直也有在越南是一个很大的生产基地 对他们来说 他们很多在中国生产基地都关掉 搬到越南去 这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了 超过十年了 现在越南有两个三星最大的手机私本基地 那以前的产能大概是1.2一次 没听说扩张了 三星我所知道 它在全世界手机的工产有六个 主要两个是在越南 这两个最大 那在北越 另外在印度的诺尼达 也有一个1.2亿只产能的手机厂 那因为这几个城市我都去看过 那我想我也了解 三星的策略是什么 我们知道 三星其实很努力地 尽可能地把它一年手机的销售量 提高到3亿只以上 因为它的软体 它的软件很多的配套 就比较容易去推动 或者它最先进的一些零件 比如说AM OLED这种面板 它能够销售 因为它有很好的典范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价格战在这两年 其实还是很严重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市场可能来自新兴市场 像在越南 如果您到那个胡志平市的机场一下去 你会发现整排的那个旗帜 全部是三星的 所以韩国公司在三星 在越南的影响力是很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不知道 到越南投资的外资到底谁最多 我猜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投资者 中国第三 但是你要从另外一角度看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是谈过去还是看未来 现在吧 accumulative 没问题 我讲为什么我这样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过去 过去我们投资的 主要是在成衣纺织这一类产业上面 那大陆的投资是跨领域 它有很多不同领域的投资 那大家都知道台商的主力是电子业 那电子业布局它会比较慢 它相对要求比较高的人员的数值 等等等等 环境成熟都没有 那这两年因为G2的关系 所以台商分散性的布局 或者分散性的生产体系 或者因为地方是需求 它有特殊的需求 所以我们的工业电脑 很多公司就必须开始布局一些新的领域 所以这一次我跟他们谈的主要的内容 我也告诉他说 你能不能培养更多的人才设计中心 让台湾的人才跟你们有对接的可能性 那其实我跟很多国家谈过这个事情 大家都会说 我们为什么要把最好的人才给你们 我说 那你就搞错了 台湾是全世界最好的practice 你真的没有 你要累积实战经验 没有台湾你是很困难的 我先回到半导体的问题 我记得我跟汪浩兄谈过这个事情 就是说台湾的IC设计业占全世界18% 那三星为什么 韩国为什么不到两塌 不是韩国人比我们笨 是因为韩国没有出海口 就是它的半导体设计完 制作完了之后 它只能卖给三星跟LG 那台湾可以卖给鸿海广大 人保委创很多类似的公司 所以大家知道 去年全世界前30大的EMS制造厂 大概是5500亿美金的产值 台商占了七成以上 所以出海口 零件要卖 就是一定卖给台商是最有利的 因为规模最大 所以我就跟越南的朋友讲 我也跟印度的朋友讲 你们要发展工业 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 用自己最好的资源 最好的条件 奖励措施 去培养未来的工业 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权利 但是如果你们要做到事半功倍 那找台湾是最快的 还有另外很重要的观念是 台湾是Harmless 台湾是没有伤害的伙伴 因为我们老是帮人家做制造 所以大家也许觉得 我们做制造很委屈 因为没有品牌 但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说 我们没有分心 我们就很专注地 帮别人需要的东西做好 还有第三个概念就是说 搞制造的人 其实创造很多工业机会 很多工作机会 搞软体 如果大家知道 人工智慧的软体 它可能带来软体业 大灭绝的时代 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软体工程师 你就会发现说 软体工程师的价值 如果你是顶尖的 你在顶尖的公司工作 那可能压力不大 但如果你是在一般的 很容易被替代的领域工作 那是有危险的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说在地化 比如说 这一次我就看到 胡志明是给我看 他们整个交通管理的系统 那这种系统 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 但是他要把这个系统做好以后 他需要很多的 配套的工业电脑设施 大家都知道 工业电脑台湾做得最好 所以他们也是跟台湾的 工业电脑公司合作 所以如果大家去查一下 台湾的工业电脑公司的毛利率 通常是35%到40%之间 这挺好的 所以看起来我们是帮人家做制造 但是我们后面毛利也很好 所以各需所需 各自发展自己的优点 所以台湾不必自残行贿 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待会稍等一下再详细谈一下 台湾IC设计产业的情况 我想多问几句你刚才提到了 关于印度的情况 因为你最近也是刚去了印度 最近这几年好像 很大力的在推动台湾跟印度的一些合作 一些对印度的了解 你这一次去印度 最近有什么新的观感 第一个 我可以印度跟越南一起谈 跟大家报告一个事情 台湾人不要觉得自己很安稳 都没事 看起来我们发展的很好 运气也不错 我们过去几年 我们的上市公司的确赚了不少钱 但是必须知道 很多人都问我说 到印度投资 infrastructure不好等等 我说 那你几年没去印度了 我都会这样问 那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我这趟到印度 我看到几个城市 不只是有smart city 智慧城市 就是你知道 2014年穆迪上任以后 他有一个说法 他说他要在印度建立100个智慧城市 我当然没有全部看到 那我看了几个 我也蛮惊讶的 比如说我这一趟去的城市叫Puna Puna是印度第九大城 当趟它的市区人口是160万 但是我就看到西门子 Bush 这世界顶级的 它是汽车城 所以台湾也有汽车产业在那边落脚 所以我们开始去理解这个事情 它的周边环境越来越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这一趟 大概十天左右 我没有碰到塞车 你会不会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 我真的也很惊讶 第三个就是说 你觉得它的政府的观念 因为中国崛起对印度有压力 那我这一趟是参加亚洲经济论坛 那在我之前讲课的 是世界半导体设备材料协会的执行长 他是印度人 他叫Argin Monarcha 这一位先生他在我前面讲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半导体刚刚过去半个世纪 他认为半导体还有另外半个世纪 所以我们现在是日政当中 如果他讲的话 百年大季 他是个百年大业 所以我们开始想象一下 台湾很幸运 在中间扮演角色 像印度有一位大企业家 他就是英国首相 苏纳克的岳父 Infosys的创办人叫Mertia 我跟他同台 然后他就讲说 未来的Metaverse 元宇宙的商机 印度会是全世界最棒的商机 基本上我赞成 我也站在台上 我就回应这个事情 我就说我赞成这个事情 为什么 您知道15岁到24岁的印度人 有3亿8千多万人 中国只有2亿1千多万人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年轻人口多 因为大家知道 年轻人口用手机 用这些东西 都是比较原生态的 第二个 如果你知道 我们在谈CHAT-GBT 最后标注很多软体的时候 其实是在肯亚做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需要很多基层的软体工程师 很多新的东西 都需要做这个事情 那印度拥有全世界 最多最好最强大的软体代工业 所以印度在Metaverse 当然有机会 那第三个 大家都知道 印度有很多顶级的科技人才 除了Google Amazon Microsoft这些 很多是高层之外 我听到一个消息 我也第一次在电视上跟大家讲 Intel负责Foundry的执行长 不久之前辞职 那我所知道 他已经回到印度了 他很可能 我想印度很可能 在这几个月 会有大型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计划 会对全世界公布 所以大家要知道 2030年的时候 不是只有印度会有半导体业 越南会有 那意大利也跟台湾谈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分散型的生产体系 台湾能留下来的部分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留在台湾 台湾的优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尽可能 我们是个小国家 我们尽可能把我们的优点 放在我们可以创造最大效益的地方 第二个 当大家投资都很难贵的时候 全世界都愿意给台湾钱的时候 给台湾资源 给台湾土地 给台湾人力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欣然接受 那个方法是什么 能够帮台湾创造价值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想 我们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 是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的 我最近有注意到 印度政府好像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 比方说小米这样的 在做一些限制 对于他们好像给小米 类似这些公司 很多税务上的调查 很多外汇管制的罚款 他们是会有意思的想限制 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 我不敢说特定公司 但是从总体的数据来看 他非这样做不可 为什么 印度对中国去年的贸易逆差 是1010亿美金 很大的规模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印度光是对中国的半导体的逆差 不是只有中国 中国 香港 台湾 日本 韩国 是114.5亿美金 但是其中 百分之七十几是中国跟香港 所以另外 印度对于中国的电子产业的逆差 是471亿美金 这个规模都很大 所以大家知道 电冰箱 洗衣机 手机 全部从中国来 对印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印度要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最好的解决方案 不是韩国 是台湾 所以印度也理解这个事情 现在跟台湾很积极 他们想争取台商到印度去投资 第二个 我们知道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 谁对美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印度 因为两边都想争取它 但印度又跟中国有边界的问题 所以相对来讲 美国是比较有利 可以争取到印度这个筹码 但印度也可以对美国说 比如说苹果决定在那边开店之外 苹果把手机的供应链 往印度移动这个事情 大概是一个很明确的趋势 甚至他会不会要求台湾公司 协助印度的本土公司 或者Joymenture 或者是Incentive 那些奖励措施 让台商加速 把供应链移转给印度 这个事情 大家对这个事情要有一定的理解 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印度的理解 中国是一个中国 它的经济政策是很接近的 但是印度有29个州 所以我们对印度的北区 东区 西区 南区 它各自的做法 可能要有不同的想象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印度 相对来讲 它人种比较复杂 区域的分区的情况 是比较明显的 那您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们以前 鸿海在郑州的工厂 最多的时候到35万人 那为什么可以做得到 因为光河南省就有1亿人 郑州有一个副市长 天天在帮副市长找人 所以他可以做到35万人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但印度可不可以这样做 做不到 所以我们在印度的工厂 可能是有4个到5个工厂 如果你是鸿海中等级的公司 你可能会有4个到5个工厂 那每个工厂 可是2万人 3万人 可能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就是说 运筹体系怎么做好 所以我一直强调 像台湾的大连大 文业这些公司 我们对于东协跟南亚的布局 是很重要的 当美国的拜登跟川普 这几个总统都在强调 美国要重新有意义的 掌握供应链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零件通路商 或者是报关行 中飞行这些公司 还有台化这些公司 他们对全世界的理解是什么 世界正在变 他不可能躲在家里说 我只要搬箱子就好了 No 现在开始要去理解 然后桃源机场要出来听课 华航常统的人要出来听课 要理解 因为您知道吗 全世界的贸易 透过空运的比重是26% 但是台湾对外 空运比例是47% 因为我们是海岛 第二个我们载的很多是半导体 所以我们对全世界的影响 可能空运很重要 大家不要只是期待 华航常统赚钱 它是整个台湾 整个生存空间 竞争力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我们开始要到越南 到胡志明市建立一个仓属中心 到北越的海防 或者什么地方建立仓属中心 那我们要考虑印度 我们要考虑很多的国家 我们去协助泰国 我们对全世界都有帮助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最大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台湾的角色跟价值 石板先生 这个美中贸易战 或者建立两个不同的产业链 时候 实际上日本的地位和日本的作用 也非常重要 日本在越南东南亚的经营 在印度的经营也是非常长久 而且蛮深入的 应该比台湾的企业要领先很多 对 刚才讲到 这个黄先生讲的印度和越南 我觉得这是两个 就是一个是产业上 他们是方兴为爱 处于追赶期 这个追赶期 刚才听黄先生讲到越南和印度 这种新兴向荣的景象 有一点像我在20年前 听大言前一那些人讲中国 他们那时候中国到处去 哪里都是升级波波 经济一片希望的感觉 但是说现在等于说 我觉得首先在政治上 就是说中美对立 现在分成两大阵营 那么日本包括美国包括台湾 都是属于自由民主阵营的 他们觉得要分散中国的风险 就往外移 越南和印度这两个国家 就变成首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 今后我想还会 西方社会还会给这两个国家 很多很多的优惠好处 就像当年照顾中国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然说他们的 怎么说呢 我觉得中国当时20年前是追赶期 追赶期的话 就是等于说抄作业好抄 别人看个就烧 所以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 没得可抄的时代 所以中国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越南和印度 会往往上走很好 那么但是说 我觉得是各有一个风险 就是越南到最后 还是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什么时候出现一个软禁瓶 可能一下子 所有的大家的希望全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越南的风险 现在还好 那么印度的话 我不知道印度好像 我也许我的数据 比较了解的比较慢 就是说 就是中国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就是说基本每年 几百万到一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连续共出过三十年 有几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就是说这些人的话 变成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中流砥柱 那么印度有没有这么多的人才 印度的一般的教育 有没有这么高 这点我想请教一下社长 另外一个我觉得日本确实是 好像这么多年 没有人说日本有希望 大家都看到 这点我想请教一下社长 日本还有没有希望 还是有希望的 日本的希望再跟台湾继续合作 我先回到印度的问题 刚才石板先生提到说 印度也没有那么多人才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数据跟大家分析 2022年台湾本地的IC设计工程师是四万六千人 印度是五万七千人 台湾是占全世界百分之十八 印度几乎是零 那印度人在干嘛 印度人在帮美国人打工 帮日本人打工 帮台湾人打工 所以如果您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联发客 在那边有多少人 我已经去的时候有六七百个人 所以它规模是很大的 另外我们知道高通 Toshiba Samsung 在那边都有很多的设计人才 所以印度人帮别人打工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以前台湾的电脑公司老板 不太去印度了 您知道为什么 因为印度在全世界的市场 排名第六第七 它还轮不到它 第二个 它没有品牌的价值 现在手机 印度成为全世界第三大手机场 印度是全世界 第二大手机场 第三大的汽车市场 第一大的摩托车市场 如果全部电动化了 你认为它有多少机会 所以大家虎视眈眈 在看印度的市场 然后年轻人口又多 工程师也够 几乎您可以想象 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 大家抢的药 就是排队包班 就带走了 很多到美国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台湾在印度做行销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应该告诉他们说 practice 你真的要练习 要学习经验 要accumulate 最适合的其实不是美国 当然他把很多 很棒的人才放在美国 他将来可能也用得着 我不能说他不对 那我回到越南 越南同一个问题 我们讲短多长空 为什么 短期间之内土地便宜 人力便宜 组装OK 但那个在北越 南越的经济条件比较好 南越的人才也多 第二个 台湾要站在前面 比如说我们的工业电脑公司 开始要去了 那我们怎么把人找到 所以我们赶快 真的教育部要帮我们忙 到底越南有多少人 在台湾念书念理工的 或者念biscuit的 这个我们用得着 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对话 怎么把人培养起来 怎么把人组织起来 第二个 现在告诉越南当地的人 你得必须自己成立 人才培训中心 有点像我们大学 推广教育 你就培养100个人 然后就有100个人 你有200个人 就跟台湾对话 台湾一定很欢迎 我们很多大学 需要很多学生 所以这个是双方共有的 当我们把科技人才 以及他们对台湾的理解 信赖 甚至喜欢 这种概念建立起来以后 我们跟越南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从原来我们预期 只有10年 变成20年 所以大家要去想 不是说我剪线成的 做企业的人不能剪线成的 做企业的人是把 infrastructure 我把基础的条件建立好 让大家都愿意就会我们 这个很重要 那印度呢 是短空长多 为什么 印度看起来很复杂 你不想在那里落脚 搞制造了 好像要亲爱去 做手机的到诺伊达 软体的到Bengarol IC设计到Bengarol 那加尔克塔要不要考虑 举例来讲 我们知道的很有限 所以其实我去过印度20趟 我大概看过 30几本印度的书 你要慢慢去理解 恒河有7条主要的支流 哪一条河最干净 为什么 因为那条河被诅咒 所以用的人很少 用的很干净 所以相对来讲 印度有很多反向思维的东西 所以你没有常常阅读去理解 你很难理解 你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有一句话很重要 印度之旅这本书写了一句话 他说 一百年以后 印度还是印度人的印度 我就拿这句话问台商的老板 我说十年以后 印度的科技工业 会是台湾人的科技工业吗 还是印度人的科技工业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 印度把工业出国比赛的时候 他会不会打赢我们 他说不可能 我说那你怕什么 如果关在印度打 那我们要借力实力 离开印度以后 那大家比实力谁比较好 先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台湾的资金成本比印度便宜很多 所以印度绝对不适合做世界级的量产 他打不过台湾 不可能 所以这是长期经验的累积 所以台湾拥有不败的竞争力 所以台湾要很有自信的 去协助很多国家 把工业建立起来 而不是躲在家里说 工作被人家抢走了 或者意大利来跟我们谈半导体 好像全世界都 都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这类似我们感觉 大家谈的如果是这样 大家很可怕 所以我们应该很有自信的 告诉大家说 听我的 我们是有自信有把握 可以经营这个行业 应该要这样想 我稍微再 我过去多少年前 在日本听过一个笑话 就日本一个厂家 往印度下订单 就说你要给我生产 1000个一个东西 一个多少钱 印度人报价说10块钱 他觉得10块钱还太贵 他说我要申请2000个多少钱 他说要15块 怎么涨价了 他说我们要加班 加班加班没贵 日本人就弄得 就是说印度人和日本人的合理 这个市场经济的概念 商业逻辑不一样 确实他们说有道理 增产1000个我不用加班 10块钱我们要加班 所以要贵 你要付我加班费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逻辑 现在印度还是这样 印度真的观念变了很多 大家要知道 我刚才讲 六七年前五六年前 因为是个人电脑的时代 印度不是个大市场 所以印度跟台湾谈价钱的时候 很精明 台湾人不喜欢跟印度人做生意 这是事实 现在因为印度经济成长非常好 现在印度人不出好价钱 台湾人不供货 他没得卖 所以他就会牵涉到 对印度的生意 毛利上涨 利润率上涨 这是现在的情况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跟汪浩 在讨论这个事情说 你可以看过去 那是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并不代表 未来的经验是对的 那我回来 我刚才回答 回答石板您的问题 台湾跟日本之间 还有合作的空间吗 我觉得 当然在最尖端的部分 因为其他部分量产 我们到其他国家去 最后我们就谈半导体 所以我们很清楚 大家知道 全世界半导体产业 真正发展成功的 只有几个国家 美国毫无疑问 第二个当然是日本 那日本其实1976年的时候 由媒体主导的 好像七八家公司 共同发展一个 半导体产业组合 你们叫半导体产业组合 所以开发出四千多个专利 然后就打败了美国 美国就不服气 他说你开始广场协议 半导体协议 就开始要日本人 付出比较高的代价 所以日本的占有率 就被抢走了 所以日本就开始往下走 要不是美国修理日本人 台湾韩国怎么会有机会 所以我们 台湾跟韩国是第三 第四个 发展半导体算成功的国家 好 那我现在问你 第五个会是谁 当然是中国 它最有机会 因为产业环境够大 而且上游的设备材料 它都有一定的基础科技 那第六个会是谁 当然是印度 所以我们开始要理解这个事情 好 那我就问你 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交集是什么 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交集是 台湾量产制造能力很好 那日本最棒的地方是什么 设备材料很好 所以日本的设备材料 在全世界四单级还是很高的 所以台湾没有力气也没有人 去发展这么多最前端的科技 所以跟日本合作是最好的 然后日本也知道量产 它做不过台湾 这是魏哲家台积电的总裁 他自己讲的 他说你们都在骂我 说送五六百个工程师到美国去 他说你们都不知道 日本人来了两三百个 在我们台中科学区学 怎么做量产制造 因为日本政府找台湾 找台湾说 找台积电 他说你可不可以到日本来设厂 台积电就回他 就回他说 我授权给你们 我教你们怎么做 日本说 我们做不来 台积电就说我没人 他说那我给你人 所以现在两三百个在台中 学怎么做量产制 请问一下 我们送五百多个人到美国 算是逆差吗 然后日本人给我们两三百个 我们算顺差吗 不能这样算 就是这个行业是高度联动的 谁联动的资源 串联的资源越多 谁就最有优势 那最近您看到 尹锡悦总统跟日本招手了 对不对 他也知道 这是第二个 他可能是意识形态的选择 就是说我们到最后 很悲哀 就是我们可能要面对 意识形态选择的问题 你到底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你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 就碰到这种问题 我讲过很多次 台湾海峡如果出事的话 搞不好韩半岛先出事 因为打南韩更容易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 如果韩国生产的半导体 没有办法卖给台商 那韩国还要混吗 韩国的半导体 很多是卖给台商的 比例很高 一定过半 所以他的记忆体 很多是卖给台湾的制造厂 假设我们的前六大制造厂 你知道前六大制造厂 营业有多少 四千亿美金 所以里面如果买很多零件的话 假如说以后的电动车 也要靠台湾 那么韩国要靠谁 所以你会发现 韩国现在对台湾的脸色 好一点 然后跟日本也招手 他说我到美国去 所以你会发现说 第一岛链重新变成第一岛链 现在变成科技岛链而已 所以世界真的正在改变 而我们是海景第一排 正在看世界改变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会过头来谈一下 台湾IC设计产业的状况 台湾IC设计产业 当然这几年实际上发展也很好的 从年发客 这个过程实际上有点让人压抑 因为十年前似乎所有人都在讲 台湾IC设计产业要卖给直光 现在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想您问的问题是说 台湾一路走过来 它是靠什么 当然靠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婴儿潮 工程师特别多 品质也很好 我们也很努力 第二个运气是因为 个人电脑产业的关系 我们知道1980年代中期 IBM相容电脑 80% 90%都台湾人做 伺服器都台湾人做了 它就创造出很多零件的需求 而因为大部分的工业是集中在新竹到台北这一段 所以我们彼此认识 需求的交流很容易 那2000年以后 台湾产业开始往中国大陆移动 那台湾IC设计业 它发现市场也在中国大陆 所以它也会开始到中国大陆去发展 那真正关键是2007年以后 iPhone出现以后 大陆的智慧型手机变成一个世界级的规模 所以您也知道 现在全世界十大手机厂有八个 是中国的手机厂 所以需求在中国大陆手上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不是川普改变的游戏规则 坦白讲 我也不看好 但现在游戏规则变了 就是大家开始说 东西好像不能卖中国大陆 这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中国大陆说 好 那我既然拿不到最先进的设计工具 我也不可能去做最前端的东西 它就做最成熟的 最成熟的对手是谁 就是台湾 就是美国的NVIDIA AMD这些公司 它做的是伺服器的晶片 汽车高端的晶片 高端硬算的晶片 但是中国现在如果高端晶片 它连设计工具都没有 它就是做成熟的 成熟的就是台湾 所以台湾压力最大 如果游戏规则没有改变 我们今年帮台湾半导体协会 写了IC设计产业白皮书 是我们写的 这白皮书里面谈到 如果游戏规则没有改变的话 中国大陆有可能 IC设计业在2026年会超过台湾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发现前三大 IC设计公司 大陆跟台湾的前三大 台湾的租税负担率是13.1 大陆是7.1 差6% 第三个 全世界前十大IC设计公司 台湾占了三家 所以我们也表现很好 大陆一家都没有 但是从11名以后到30名的 大陆比重就大幅增加 还有他们可能得到很好的补贴 资金的支持 所以他们买最先进的设计工具 所以如果你去问 美国最棒的IC设计工序的公司 你会发现他们买的最先进 因为它的成本低 它可能有政府补贴 政府的专案 所以你要注意一点 半导体产业很重要 对不对 那您最近十年甚至二十年 您有没有听说过 台湾政府有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计划 台湾自由市场 政府放任不管 那你说那美国为什么有金片法 对 为什么德国想干 日本想干 韩国人想 韩国人要 大陆也有 我们不是 我们的IC设计业 不是跟自己的自协业 纺织业在比 我们是跟全世界在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这个五万人 我们的IC设计业的 从业人员是六万一千人 这六万一千人创造了台湾 GDP百分之二点四的价值 所以我们的价值很高 而且第三个 软体的人 因为大部分在台湾 对不对 他就算做得不好 人也在台湾 他薪水也在台湾 也花在台湾 他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附加价值都在台湾的产业 那政府怎么看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社会对他们的理解 所以那一天我组织那个论坛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来参加论坛的包括 蔡明介这些人 他们都说 包括齐景光店的吴炳昌 吴总经理 他们都说什么 他说我们是赚钱的公司 我们不是来要钱的 他说我们的比赛是世界级的比赛 你把我们当成 如果竞争力 竞争的基础不公平 受伤的是我们 第一个受伤 台湾社会也受伤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 政府政策 它并不是去迎合社会大众 政府政策是迎合国家长期的需要 然后你能创造最高的价值 然后把钱分给社会 就是我们必须付最好的薪水 所以您知道 瑞鼎您有听说 这家公司600多个员工 去年的平均年薪600多万 哇 哇 联发科是513万 都很棒啊 联发科在台湾有一万两千人 我们怎么去理解他 我们只理解他 他公司很赚钱 No 你要想他公司也发了很多薪水 所以知识型的服务业 为什么我刚才跟王浩兄在谈这个事情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 AID前主席 普瑞泽 他就谈到说 台湾的服务业是传统的服务业 他特别强调 他说台湾很少200人以上的高阶的服务业 当我把这个问题稍微想了一下 我就发现 对 除了特许 什么叫特许 医院 交通事业 或者需要执照的快速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其实他们很多是外商 电信公司 这些服务业不算 通路商其实不是高薪的 就一般 譬如说一般的超商的那种连锁店 他不见得是高薪 大家同意 好 王浩 请问一下 台湾200人以上 本土的专业服务公司是谁 是哪一种公司 你几乎找不到 但是一个行业里面有 IC设计业 你要知道 做IC设计 那个创业电子 师员 他们都是高毛利的 高所得的 他们就帮人家做设计服务 那个就是专业的知识服务业 所以 依靠的电子业的专业服务业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两百二十几个人 依靠的电子业的专业服务业 他的机会有多大 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什么 如果大家还在谈B to C 那台湾没有前途 台湾的前途是在B to B 而且是在我们 依赖我们的核心产业 我们把电子业 金融业 服务业做好 因为我们的服务业 占GDP将近七成 但是服务业的薪资 只占 好像是台湾所有薪资所得的 百分之五十三五十四而已 所以我们是低薪的服务业 这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 我们要 以前我听过一个笑话 会计事务所谈的 他们说 签证找香港 查账找台湾 因为台湾的肝比较新鲜 这是很错误的想法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让自己人 做很lozy 很便宜的事情 然后到处找文人帮你签字 所以出版业也是一样 我们把很多书拿到台湾来 那我们的书出不去 那出版业在干嘛 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 那政府也没有奖励 我们一本好书出到国际市场去 那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没有啊 政府从不管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的知识服务业 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 还有政府太重容 中间的团体 中介团体 什么叫中介团体 财团法人 他们接很多服务业的案子 我到越南都碰到了 就是我们的 我不要讲哪一家 研究机构 他去接越南的案子 我说他们到底要干嘛 如果能够创造出 对整个产业有价值的服务 那我OK 没有问题 或者是他们打第一站 他应该把第二站 第三站交给民间公司 他不是啊 他继续做啊 他们完全没有这种KPI 去理解 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 因为我是财团法的研究机构出身 所以我很清楚 我们被定义 被要求的是什么东西 那他们怎么会有成就感 员工也没有成就感 对不对 所以有一次我在路上 碰到一位 工协会组织的副总監事 他说社长好久不见 我说你在干嘛 他说过两天我要去立陶宛 我说你们几个人去 他说四五十个人 我说到底谁去 他跟我念了一串名字 我说你们懂 怎么跟立陶宛谈合作吗 那为什么国家出钱让你们去 为什么不是我去 没有人问过我 我不一定不去 我去过 我去立陶宛我去过 所以这是观念的问题 就是政府 永远是叫那个好叫的单位 那民间机构他不要 民间机构因为不听话 那问题是知识型的产业 它不可能来自传统的方法 所以我们已经证明 过去二十年 我们的方法是错的 但是没有改 所以你们这个白皮书 对于政府的政策 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期许 希望政府在政策方面 做一些什么样的改进 所以这是一个观念 过去这种白皮书也不会找民间做 所以我们要建立出一个credit 社会信赖你的基础 我们才可能接到这种完成 它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你的信用好不好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专业能力够不够 要不然两个都不够 你知道那些是世界级的公司 他为什么要把专业委托给你做 他有他credit的问题 所以你要很中立的 很专业的去思考 他们到底要什么 所以我刚才讲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IC设计业不是跟自己比 是在全世界跟人家比拼的 第二个它是台湾很重要的核心产业 它对于我们的金元代工也很有帮助 以前最多的时候 通常譬如说台积电 它的业务里面10%到15%是台商 那连电可能30 所以它是洞庭湖 长江水位要调整的时候 就靠自己人 那他们很多是同学 有碰到问题 技术上的问题 沟通一下就很容易解决 这些都是好事 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但我们现在好像都忘了 所以政府要知道 把工业带动起来的方法 观念要变了 因为我们打的不是 是那个地方型的赛事 我们不是打中华职棒 我们是打经典赛 对不对 我想两位都可以理解 如果你是网球选手 你是戴志盈 你打到前8名前16名 都可以分很多钱 不过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半导致是全世界前4名 我们的ICT设计业 也是全世界前4名 那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好像无所谓 我们这个行业可以帮台湾 带来很多的财富 很多的自信 然后被世界需求的这种价值 那好像大家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是听一听说 你讲得好棒 然后接下来下文是什么 没有下文 这是我们社会的问题 戴志盈是打羽毛球的 我们现在要去印度看棒球 不是棒球 是板球 这个Coke也是在印度看板球 对 我们至少要看得懂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些国家跟台湾之间的国家 我们慢慢要去理解 人家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用比较有创意的方法 像我也是见到印度的部长 我跟印度的部长说 部长如果有两家公司 一家是台湾的电子五哥 一家是韩国的三星 你觉得哪一个排队排前面 他说当然是三星 我说你搞错了 部长就问我 为什么 我说三星什么都有 它只需要你的功能 我们看起来很大 但我们什么都需要你 所以你才有发展的机会 他就讲对 你讲很有道理 我说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台湾人不是不懂 我刚才谈到InfoCist 创办人Motir 对不对 他一碰到我就说 我们有MAP 所以我们见过 我说对 二十年前 日本政府 媒体通餐省 请我们两个 还有韩国的科技部长 裴勋勋三个人 到日本的沃沃 去告诉沃沃的人说 为什么你们工业发展不起来 说我们是三个人 说我们在那边四天三夜 天天在一起 所以大家知道 但我不是自随之 我只是说 台湾有这个经验 台湾给我环境学习 我可以用台湾的经验 跟别人讲 我们是不错的 如果新兴国家 像越南 印度要发展产 要从零开始 你要知道有耐性 要怎么做 台湾需要什么 韩国需要什么 日本需要什么 大家需要的东西 满足人家 你就有机会 应该是这样子 而且我一直强调 我是人道主义者 我都认为说 任何一个国家 你用你的聪明材质 你用你的劳力 用你的方法 不违背社会道德的方法 你可以创造出价值 你就应该得到尊重 得到掌声 台湾 我们是无害的伙伴 我们就协助你 因为反正我们不做品牌 我们对你也没有伤害 对不对 所以我也鼓励 像系统整合商 通路商 在每个国家 建立自己的能力 因为他把那个基础 能力建立起来 台商才有兴趣 你也不能说 没事叫我们这个小 小国家的公司 到你印度 到越南 协助你发展工业 也没这个道理 所以你得自立自强 我们也觉得 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经验 这个是大家可以一起做 我想稍微再多问一下 关于人力短缺的问题 台湾人力的短缺的问题 刚才你有提到 跟越南留学生 有没有什么机会 跟他们合作 或者把他们留下来 或者怎么样 跟越南大学交流 跟印度 美国的科技公司 可能有一半的CEO 都是印度人 印度的他们还会英文 虽然他们讲的英文 我们不太听得懂 但是印度这方面的人 才非常多 我们先回到一个问题 台湾的IC设计业 如果现在开始到2030年 这七八年当中 维持6%的成长率 6%就好 我们大概需要3.4万人 因为每个人产值 是可以推算的 它会成长 对不对 大家还需要3.4万人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说新增加 现在已经有6点几万人 现在有6.1万人 还要再加3.4万人 所以大概要10万人 是是是 大概要10万人的功夫 第二个问题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跟Mathematics 就数学 工程 科系 这种科系硕士生 台湾一年能够栽培 正好1万人 台积电也要 台积电不是这具公司 联电也要 还有华邦也要 旺宏也要 那我们怎么去满足人家 所以第一个 我们保证人才不够 所以我们必须跟其他的国家 趁着我们还有价值 我们告诉别人 你培训人给我用 第二个第三个 因为你的人在我这边才有经验 你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经验 你等于 人家没有工厂 他也做不了这事 第四个 工厂的就业机会是最稳定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今年第一季 美国的四股 砍头的这个lay off的人 是十六万七千人 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在lay off 为什么 没有人敢 为什么 今年lay off明年找不到人 因为没有人啊 所以没有人敢 敢裁员嘛 所以我们的就业状况很稳定